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同学好 这个单元一开始的 PPT 上面 有一位小孩 感谢教育部经费的补助 这是我请绘画专长的朋友 协助画的一幅画 小孩的眼睛看向远方 充满希望 充满盼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这个单元所要介绍的 是优生保健法与立法者的抉择 后面还有一些单元 我们也会探讨立法者的抉择 因此我取了一个系列名称 叫做走在钢索上的人 走钢索最重要的 就是达到左右平衡 这个和我们立法者 在立法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 立法者往往必须在不同的利益之间 达到平衡 优生保健法会牵涉到哪一些利益呢 我们之后会做介绍 首先我们用一个案例开始 这个案例我来念一下 妇人某甲婚姻美满 与先生育有一子姻女 某日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 因不想再度陷入奶瓶与尿布之中 乃至医院进行堕胎手术 请问法律是否允许 在这里我先暂停一下 让各位思考 各位觉得我们现在的刑法 还有处罚堕胎罪吗 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 我们已经没有堕胎罪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湾是允许合法堕胎的 那我们就来往下看吧 事实不然 画面上呈现的刑法288条 以及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 刑法相关条文 都还是目前有效的刑法规定 换句话说 中华民国从有刑法以来 一直都注重胎儿生命权的保障 即便到今天 2020 年 刑法仍然有 处罚堕胎的相关规定 现在我把这个条文念一下 刑法288条第1项规定 怀胎妇女 服药或以他法堕胎者 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3000元以下罚金 288条第1项 第4 明显就是 父女主动要堕胎的情形 他是触犯刑法规定的 第2项 怀胎妇女听从他人堕胎者 亦同 这个如同条文字役所显示 有的时候 妇女本身并不想堕胎 但是 以往 会有例如先生 或者公公婆婆 父母 他们会希望 生下男胎 所以当他们知道 妇女怀孕是怀女胎的时候 纵然妇女很想生下这个小孩 可是他旁边的人 就有可能会让他堕胎 那 怀胎妇女如果听从他人堕胎 被动的 接受堕胎 其实他还是触犯刑法的规定 第3 项 因疾病或其他防止 生命上危险之必要 而犯前二项之罪者 免除其刑 这个条文 我们特别要看重他 强化说明一下 如果今天 怀胎的妇女 因为怀孕的关系 会危及他自己的生命 例如有时候 比较高龄的妇女怀胎容易发生的 认诚毒血症 他有时候严重的时候 必须要终止怀胎 否则母亲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去堕胎 很多人会觉得应该是 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们来看 刑法288 条 第三项规定 这是现刑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犯前二条之罪 也就是说他自己堕胎或者听从他人 而堕胎 他的结果是 免除其刑 在我们刑法里面 免除其刑 跟免罚 这是两个 不同的 概念 免除其刑的意思是 这仍然是一个 犯罪的行为 只是他 确实如同方才我们所说的 情有可原 因此 不 把刑罚 这个 徒刑 拘役 或罚金 不把这些刑法 加在他的身上 可是在法律评价上 他仍然是一个 犯罪行为 从这个条文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 将近100 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刑法对于 胎儿生命权的保障这一点 是从来没有却步 从来 没有让步过的 接下来我们介绍刑法 289 条 受怀胎妇女之嘱托或得其承诺 而使之堕胎者 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下面的条文 我们先把它省略 受怀胎妇女之嘱托或承诺而使之堕胎 就是 帮别人堕胎的人 帮别人堕胎的人 他也是要处罚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也不能算是很轻的刑法规定 那也就是说 方才 288 是妇女不能够堕胎 289 讲的是不可以帮别人堕胎 这些都是要被处罚的 接着我们看刑法 290 条 第1 项说 意图盈利 而犯前条第1 项之罪者 处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 15,000 元以下罚金 第2 项 因而至妇人与死者 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 15,000 元以下罚金 至重伤者 处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 15,000 元以下罚金 意图盈利 而 犯前条之罪 就是 为他人堕胎 现今社会 盈利 而为他人堕胎 这个都是妇产科医师 如果是在数十年前 100 年前 大约都是密医居多 这个 容我再强调一次 是我们现在的现刑法 所以 意图盈利 为他人堕胎 这个是犯罪行为 如果因此致妇女与死 或者重伤 会有更严重的 处罚规定 从刑法 288 条 到 290 条 这些条文 再再向我们显示 从我国有刑法以来 我们对于胎儿生命权的保障 在刑法领域里面 从来没有让步过 也就是说 虽然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优生保健法 已经 在某一些情况下 允许妇女合法堕胎 然而在刑法的领域里面 我们 一致的数百 在刑法的领域里面 我们 数十年如一日的 坚持对 胎儿生命权的保障 这个价值观 在刑法领域 是 坚守着的 虽然 因为优生保健法 而似乎 从总体法律体系来看 我们对 胎儿生命权的保障 有让步 可是 刑法 是每一个国家 很重要的 基础法规 在这个基础法规的领域里面 对于胎儿生命权的保障 是始终如一的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 投影片 那我们就会换到 我们的 优生保健法 也就是我们 目前 可以合法堕胎的 法律依据 优生保健法 相关的条文 最主要 在第9条 第9条第1项规定 怀孕妇女经诊断或证明 有着劣情事之医者 优生保健法第9条第1项规定 怀孕妇女经诊断或证明 有着劣情事之医者 得依其 自愿施行人工流产 这里总共有 6个 不同的规定 法律条文有这样的 1 顿号出现的时候我们 称它为第1款 因此优生保健法第1项第1款规定 第1个可以合法堕胎的情形 本人或其配偶 患有碍优生之遗传性 传染性疾病 或精神疾病者 这个文字 相当简易 因此我应该 不必多做解释 我要强调的是 这是优生保健法的 价值抉择 优生保健法顾名思义 它希望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 都是健健康康 不要 尽量不要有 不健康 特别是严重的 不健康的 状况 因此如果有有碍优生的一些疾病产生 那么是可以堕胎的 第二款 本人或其配偶之 四亲等以内之血亲 患有碍优生之遗传性 疾病者 那这同样 跟方才的 第一款的情形类似 都是有碍优生的 一个考量 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 可以合法堕胎 第三款 有医学上理由 足以认定怀孕或分娩 有遭致生命危险 或危害身体 或精神健康者 这一款 和方才我们 在刑法所看的条文 是有一个 犯罪与否的差别 方才我们说 纵然 在 危害妇女 怀孕妇女的 身心健康情况下 这个妇女去堕胎 她还是属于触犯为 这个妇女 她还是属于 触犯刑法的行为 只是免除其刑 但是现在依据优生保健法 第九条第1项第3款 如果 妇女怀孕 有遭致生命危险 或危害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情形 就可以合法堕胎 也就是说 依据这一款的规定 妇女如果去堕胎 她是 不犯罪的 方才我们有 说明过 优生保健法 是刑法的特别法 因此 优生保健法的效力优先 所以现在如果 妇女 有符合第3款的情形 婴儿堕胎 她就属于 没有触犯刑法 没有触犯刑法 所以 这一款的效力 把方才我们所介绍的 刑法的 处罚规定的效力 排除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4款 有医学上理由 足以认定胎儿有畸形发育之余者 现在的医学 有很多 情况 他会认定 会危害胎儿的正常发展 例如 怀胎妇女 如果在她怀胎的某一个期间之内 得到德国麻疹 那么这个按照目前的医学经验以及研究 过往的案例的累积 胎儿确实是有畸形之余 所以例如这种状况 就可以堕胎 或者 如果怀胎妇女 在怀胎的某一些期间 因为 她自己本身健康的需求 服用某一些药物 有一些药物 有可能 导致胎儿畸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于 优生保健的 价值判断 就可以按照第四款的规定 合法堕胎 我们所说的合法堕胎 就是 她不再触犯 刑法的 犯罪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款 因被强制性交 幼奸或 与依法不得结婚者 相间 而受孕者 被强迫性交的妇女如果怀孕 而不允许她合法堕胎 很可能 她在心理上会非常痛苦 因此 优生保健法 有这个例外规定 允许她合法堕胎 幼奸 幼这一个字 在我们法律上 的理解是 并没有违反当事人的意愿 但是 幼奸这件事情 是违反法律 对于这一些 受法律保护对象的 法律价值判断的 因此 幼奸的情况下 也允许 怀胎妇女 合法堕胎 依法不得结婚者 通常 是近亲 或者有 辈分的 伦理问题 讲一个很夸张的例子 父亲与女儿 是 没有办法结婚的 但是不幸的 我们的社会上 有时候会有乱伦的情形 如果在这种情形 不管 相间者是 强制的 或者自愿的 婴儿怀孕 这个会有 辈分乱伦 或者 血缘太近 不宜结婚 法律规定不能结婚 那如果她怀孕 血缘太近 会有优生保健的问题 所以第五款 基于 妇女的心理 或者 基于优生保健的 价值需求 而允许 合法堕胎 刚才 第一款到现在的第五款 基本上 确实都是有一些 优生保健 或者保护 妇女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的 实际需求考量 接着我们看 最后一款 第六款 因怀孕或生产 将影响其心理健康 或家庭生活者 如果没有前面五款 妇女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依据这第六款 而合法堕胎 因此会用到这个第六款的情形 其实就是 胎儿是健健康康的 因为如果胎儿有畸形之余 他可能可以利用方才的第三款堕胎 所以会用到第六款 表示 胎儿没有优生保健的疑虑 会用到第六款 同时也表示 妇女没有心理或者生理的 严重的健康考量 因为如果有的话 也可能用前面五款 他就去合法堕胎了 没有前面五款 才会用到第六款 所以容我 再 简单的重复一下 会用到第六款基本上就是 胎儿健康 母亲健康 但是 这个怀孕可能影响到 妇女的心理或者家庭生活 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怀孕 会不会影响 妇女的家庭生活 这一个就是我觉得 在每一个法律领域里面 或多或少会遇到的 价值判断 不管 各位 是不是 有 怀胎生子的经验 但是 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 如果 一个小baby生下来 他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 一日三餐就可以活下去 他是要 常常喝奶 所以他要半夜起来喝奶 他半夜起来喝奶 所以 他的爸爸或妈妈 半夜的睡眠一定会被打扰 还有 如果 一般夫妇 或者说一般生下小孩的人 他是用心照顾这个小孩 那么很可能 在小孩子 一岁两岁之前 父母都没有办法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带着小baby去电影院看电影 对小baby是非常 困惑 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他也看不懂 所以 如果我们 要 很大量的 放宽 堕胎的范围 大范围的允许堕胎 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一个影响家庭生活 解释得非常宽松 方才我所举的 实际生活情况 就是要说明 其实没有不生小孩而不影响家庭生活的 生小孩必定影响家庭生活 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就会变成 其实前面一到五款规定的似乎有点严格 直到这第六款来 全部破功 因为 怀孕生产 一定会影响家庭生活 所以这个妇女就可以去堕胎 那就等于 没有范围的 都可以去堕胎了 那不要忘记 可是我们的刑法 还是强调胎儿生命权的保障的 因此这边如果我们从 整个法律体系来观察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 初步的价值判断 优生保健法 它保护社会优生 它保护妇女身体自主 但是 也不能够无底线的牺牲胎儿生命 因此在这里 我们要怎么样合理的去限缩 关于 心理健康 家庭生活 受影响的范围 这个范围的解释 就会影响 合法堕胎的范围宽广 越容易堕胎 胎儿的生命权就越被牺牲 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范围 这个考验着 立法者的立法 但是一旦立法下来 其实立法者就是要执法者 去做 运用法律时候的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有一个这样的案件到法院去 法院必须 妥适的解释 影响心理健康 影响家庭生活的范围 所以我们一开始 说我们这个教材 是立法者的抉择 但其实 法律永远不是只有立法 法律更重要的是执法 法官要有妥适的 执法能力 不仅仅是他了解这一些法条 而是他要能够 扣合着 社会的脉络 把社会所需求的价值观解释出来 而 听这个课程的 绝大部分可能不是 法律系法学院的学生 我们一般民众也必须 一般公民 也应该要知道 法律 不是非黑即白 一帆两瞪眼的 他有一些模糊空间 法官的价值判断 我个人认为 应该要妥适的 扣合着社会的需求 有的时候 他要去体会 社会的价值观 把这些价值观 运用在 判决里面 也就是判决是 吻合社会线下的 价值判断的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法院认为 线下社会的价值判断 未必很妥适 那么 法官 应该要有 能力 论述清楚 引导 社会 价值观 朝向一个 更理想的境界去 迈进 因此 我常常强调 法律人最大的挑战 不是熟悉法条 而在于 价值的抉择与阐述 好 那这个部分 也请各位思考一下 怎么样的 一个范围良定 才是妥适的 在往下 进行下一个 法条介绍之前 我先向各位 简短报告 在食物上 怎么样算是会影响 第六款的这一个 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 有时候会用 怀孕妇女是否有 避孕作为判断标准 如果 这位妇女她有 避孕 采取避孕措施 表示她是不想怀孕的 但是 避孕措施失败 因而她怀孕 那这个时候 就会被认定 在我们司法实务上 就会认定 婦女 在不愿意怀孕 因为她有避孕 所以她是不愿意怀孕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她却怀孕了 所以这个怀孕生产 会影响其心理健康 与家庭生活 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标准 其实 一点都不严格 一点都不严格 那各位如果还要再问我说 那怎么去证明她有没有避孕 这个有时候是很私密的行为 所以如何证明她有没有避孕 我当然我个人实在是无法回答 我也会认为 这个是有点宽松的 有点宽松 所以 这个是法律最困难的部分 我也只能够做介绍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方法 让法律更明确